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转就在现在 反转就在现在 我还特别用比较直接的口语 我说 吃你没金贵 不赶快买 你会后悔 你会后悔 为什么这样讲 半年线铺在下面 整个平台 正好也同步在这个地方 加上国际股市 美国持续在创历史新高 德国 日本 中国大陆 也在创今年的新高 台北股市只是落后而已 台北股市只是落后而已 指标也都在抵挡 所以我很肯定的告诉你 夹金落贵 没你的效贵 果然间 台北股市直接开出高盘 直接开出高盘 让你连第一的机会都没有 你前两天没下去买的 强势股都直接开高了 都直接开高了 没关系 才刚开始而已 今天是台子期结算 万事会怎么样做 万事目前手中有 台子期的进多单 有六万贵靠哦 你看给你 它会不会拉高结算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 昨天道琼继续涨 57点 道琼继续创 历史新高 道琼继续创 历史新高 昨天比较强的 在科技股的部分 NASDAQ 费城半导体 昨天分别都大涨 一趴以上 费城半导体 也创新高了 费城半导体也创新高了 所以不要再讲科技股烂了 费城半导体也创新高了 所以费城半导体 创新高之后 昨天美国股市里面 科技股 普遍涨幅一趴两趴 是很正常 比较多的 Google涨三趴 亚马逊三点三趴 苹果是涨一点三趴 虽然不多 可是那是象征意义 对台股的带动 是比较直接的 像今天 3008的大力光 今天大力光也被 苹果昨天上涨给带动 今天大力光 现在跑不出来 今天大力光也是涨的 6269的台俊 台俊目前涨了六毛钱 2474的可乘 2474的可乘 目前涨了两块钱 2330的台积电 这电脑跑得有点慢 今天平盖股市带动整个盘市 攻击的一个重点 那其实推升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还有一股另外的力量 什么力量 石油 昨天石油一天涨了两块美金 涨幅高达4.64% 所以昨天美国的石油公司 普遍涨幅都是2%到3% 这是推升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倒穷的一个重点 那科技股 当然那是打个分半导体 就是靠科技股带的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也都很强 日本 刚刚讲过 日本持续在创 日本持续在创 今年的新高 我们来看日本 日本 直接一直在创 今年的新高点 那包含台北 大陆股市的部分 大陆股市刚开盘 目前是在平盘 大陆股市昨天 也是持续在创新高 这个下礼拜一 这是深圳股市 持续在走高 下礼拜一 深港通 要通车 这是市场上 大家都在期待的一个事情 香港今天开盘之后 也涨了121点 所以香港还涨了100点左右 今天又涨了121点 所以我说台北股市 只是落后而已 我们只是落后而已 那既然是落后 它就是给你机会啊 对不对 你等到它涨到上面来 机会就没有了 落后就是提供给你减 便宜货的机会 现在黄金交代也划出来了 好 今天是第三周的礼拜三 刚刚讲过 刚刚讲过 外资连续两天 买超台时期 昨天是买4348张进多单 礼拜一是2337张 两天进多单大增6685张 可是你看外资 连续两天是大卖台股 昨天是卖了125亿 这个动作会吓到投资人 光是11月以来 外资卖超台股已经845亿了 可见大家吓得要命 可是没有发现到 我说有时候人不要太单纯 注意的面里要广 外资在卖台北股市的时候 在卖台股的时候 它是连续两天大买台子期啊 它是故意阿杰都要每天都要吃货 那两天大买6000多口之后 尤其即将要结算 在结算前大多数人都 动作都不大 他本来在结算前 故意压低下去进货 那今天一定拉高结算的 还用讲 对不对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70几点我看哦 搞不好100天以上都是正常的 因为台北股市的机器太低了 台北股市的机器太低了 你手中有共试过千万某区的水平 今天台北股市是大反攻的时机 好那 600亿 笑死人了 散户真的是真的是看不见 你如果真的看不见你带我走 你来找人来业你跟我做 怎么是那么明显的行情 反而大家不敢做 你跟着调什么东西 还有一堆老师在喊空我也搞不懂 我也搞不懂 但股票不能乱买 你还是要买对题材才行 你还是要买对题材才行 那目前最热门的题材 当然还是航运股 航运股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题材 你看那个 散装货会的报价指数 已经标到什么停桌了 BCI 已经标了13倍了 今年已经标了13倍了 这两天 运费指数还持续在走高 这两天涨比较凶的 是BPI 你看礼拜 14号的时候BDI涨2% BCI涨1.5% BPI涨4.6% 昨天BPI又大涨9.8% 昨天BPI又大涨9.8% 那BPI它是专门在载什么的呢 BPI它是那种五顿以下的船 专门在载一些北料啦 墓穴啦水泥啦 你看我资料准备多详细啊 准备多详细啊 今天航运股的部分 中航继续涨 中航继续涨 继续在标 新航昨天压回 我们趁昨天压回的时候 再去加码 今天又开高上来 但这里面最强还是中航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行情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行情 你看昨天BPI 一天又大涨9.8% 台北股市的航运股 才刚开始而已 才刚开始而已 我在这个礼拜五晚上 我在这个礼拜五晚上 特别为大家办了一场讲座 拜五晚上七天在台办 题目是航向世界的国际标股 航向世界的国际标股 你看国际的运费报价 要先标我这个程度啊 台北股市的航运股 才刚开始而已 可是这里面你不要乱买 是有学问的 这是有学问的 这个关系到 路遥之马力 关系到每一家公司 它团队的组成 里面的成分 有哪些的船只 受惠程度有多大 这个完整资料在我手上 完整资料在我手上 所以这张表哥 你看到之后你就知道 啊为什么 谁会怎么样 为什么谁会怎么样 包含每一家公司 它的船队的内容 我都写得很清楚 礼拜五的讲座 你来我这份送给你 这是国际行情 你有这份 你就不会压错报 你有这份 你就不会压错报 你看我们 为什么一直在加码中航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加码新兴航运 这个都是证明 原因我来告诉你 到底他们会涨到什么时候 会涨到什么地方 我直接跟你讲 这是国际行情 这绝对是国际行情 这绝对是国际行情 才会有涨幅 你看两个指数 涨了两倍 快三倍了 另外一个指数 涨了十三倍 所以这是国际行情 记得礼拜五来听讲座 礼拜五晚上七点 航向世界的国际标 那当然电子股还是主轴啦 因为行业股这个规模 虽然说它是一个 国际性的题材 可是毕竟规模还是小了点 没有办法带动指数 要带动指数 还是要回到电子股身上 可是电子股 这里面悬股很重要 外资 11月份卖超了800多亿 就是在卖电子股 所以点注过 你还不会丢 你要买对 你看我们压的电子股 也是外资 逆向加码股票 五四六九的汉语博德 昨天外资继续加码 九百零六张 你看汉语博德 外资连续四个月一直在加码 我们跟着一起一路买进 我们买得比外资早 我们十块钱都开始够了 你看是一直加码汉语博德 一张都不卖 这是说汉语博德买进的讯号 你如果看得清楚的话 提供给你看 一直买汉语博德 一张都不卖 这已经多少了 已经六十八%了 已经六十八%了 另外一档 6176的瑞宜 今天瑞宜又开高 昨天外资又加码瑞宜 1295张 外资买瑞宜两个礼拜下 已经买两万五千几张了 已经买两万五千几张了 我们是持续在加码瑞宜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是买进瑞宜所有的讯号 我不是在说假的 我们是玩真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一直在买瑞宜所有讯号 提供给大家参考 看到对吗 瑞宜目前还在六年底部 这是她的月线 还在六年底部 还在六年底部 所以你要买对才行啊 3548 照例今天也开高 这今年一国贪八个公司 另外3596的制议 这今年一国也贪八个人 现在贪给大家五十八 我们在前两天压怀这一天说 五十四万五十四万五十四万 买完之后昨天忙大涨 被纳入MPSCI的成分股 所以电子股悬股很重要 我们刚刚谈到昨天油价大涨4.6% 今天盘面上最强 其实是在塑胶股 今天塑胶股最强 这里面 今天强棒初级 跟大家谈一档短线的 中实化 1314的中实化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谈1314的中实化 油价涨 塑胶股是利益多 可是 你看台塑集团的股票 台塑也起来那些啊 南亿也涨那么多了 1326的台化也涨那么多了 再去追没利润了 没意义了 反而1314的中实化 是在低档区 中实化是在历史低档区 那中实化 目前股价在9块6 破例是比较差的点啊 目前是属于随意两平的状态 可是重点是 一股净只有22.8 一股净只有22.8 现在股价才9块钱而已 随中股票没风险 随时量一来 马上就可以冲 随时量一来 马上就可以冲 所以今天在短线强放初级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 中实化编号1314 给大家短线操作上的参考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礼拜五晚上7点台北厂的讲座 航向世界的国际标股 航向世界的国际标股 你来听 这份表格我会送给你 我会送给你 最受惠的航空公司是哪一家 你看国际标成这个样子 13倍的运费指数 标了13倍的运费指数 谁才是真正的受惠者 答案先来报名 包含武党 五级 我们要命年终奖金的五路财神 一并在演讲会常常告诉你 所以来听演讲 绝对会大丰收 报名专线 02 23219933 02 23219933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